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你们还好吗?小薇可想死你们啦! 为了亲们更好地了解铝合金装配式棚房,小薇今天通过一个案例,讲一讲铝合金棚房的相关知识。 这次介绍的案例是一个著名的车企新车发布会即开业典礼。 主办方将活动的场地选在一片开阔的绿色草地上。 草地较为平整,所以威斯伯特选择地定作为固定方式。 主会场棚房是一座20x40米,边高5米的铝合金装配式棚房。 周围连接6座8米x3米的小棚房,用座自助餐食品放置、展品陈列等相关物料区。 其中一座小棚房起到连廊作用,能为与会宾客遮阳挡雨。 棚房内部设置舞台、灯光、展台、宴会桌椅等活动物料。 威斯伯特从向客户提案到落实所有细节,只用了7天时间。 高效快速地装配式建筑服务能力,是威斯伯特自身引以为傲的优势。 下面,我们来欣赏一下会场实拍效果吧! 欢迎各位点赞关注,了解更多装配式知识。